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肯定超過一半 甚至六七成以上的機會達成框架協議 中美貿易戰只不過是一個前賽 這是中美爭霸的其中一個小部分 即使這方面搞定了 各取所需地 大家達成了協議 其實那場鬥爭是遠遠未到結局的時候 如果留意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一直的分析方法就是兩強去爭霸 中國已經崛起成為世界上 在生產總值排第二的一個國家 美國感到非常不安 因為它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戰 根據很多戰爭的前夕 為何兩國或者兩個大的集團會打起來 都是一個現存的霸主 給一個崛起的強權挑戰的結果 所以這場鬥爭會繼續下去 會在不同的領域繼續下去 似乎是一個宿命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從一個國際政治或歷史分析角度 這個中美爭霸 是沒有辦法避免 直至鬥到一方面倒下為止 這是一定的 問題就是會不會最後變成一場戰爭 當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會有生之年 我們這些戰後才出生的 完全是沒有遇過任何戰爭的這一代人 會不會有生之年 那個戰爭也會殺到黎 會在我們周圍出現 會影響我們很大 當然我們下一代 我會比他們早死很多 可能他們受的苦更大 但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歷史的宿命 看看那些領導人 政治的人物 有沒有辦法避免這場戰爭 我不是好戰的人 我向來都是用一個比較 如果能夠用政治解決 就是用政治解決 當然是最好 不要搞到生靈獨壇 但有時有些事情發生 不是我主觀的願望 能夠實現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說 不是接下來 已經發生了 就是中美兩國軍事的較勁 在這個談判的時候 星期一 1月7日 美國軍艦進入一些 中國宣稱有主權的島嶼 附近十二海里的區域 這個十二海里在國際法 是很清楚的 是它的主權的範圍 即是有一個海岸線 或者有一個島嶼 如果這個島嶼是我的主權 四周的十二海里都是我的主權範圍 外面任何人 包括軍 民 都不能擅自未經批准而進入 這個軍艦是美國海軍 阿里柏克級的驅逐艦 叫做默坎貝爾號 進入南海西沙群島十二海里的範圍 美軍太平洋艦隊的發言人 說他們是執行自由航行的任務 要挑戰過多的海洋主權伸索 意思是說這裡是你的 我們不同意 我們不同意 我們進來 這裡是我的自由航行的範圍 這跟以前的不同 我進來這裡不是你的 我可以進去 現在的說法就是 你說這裡是你的 不過我們不同意 於是我就進來了 發言人強調這次任務 而不是針對任何一個單一國家 所以行動是展示 美國可以在任何國際法 容許的地方飛行 航行和運作 正如全球其他地方 在南海也是這樣 中國當然反應很強烈 外交部發言人說 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軍艦進入的時候 中方派出軍艦和軍機 依法對美艦實施 查證識別 這個發言人陸康批評 美軍的做法是侵犯中國主權 破壞有關海域的和平 敦促美方禁止採取這類挑釁的行為 否則中方會採取必要措施 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其實美國的軍艦進入南海有爭議 附近海域當然不止第一次 每次中國幾乎都是這樣的反應 但是在貿易戰談判的第一天 美國這樣做 美國軍方這樣做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大家有很多猜測 外交部發言人 還未問會否影響中美貿易磋商 陸康說要妥善解決中美之間 延全各方面問題 相互有責任為止營造必要的良好氣氛 你看到很低調 我說很低調 中方很低調 雖然嚴正交涉 必要措施是否國家主權 都是口頭上 沒有實質的內容 分明是耍你 美國人 那邊就談 這邊是最入理 聲稱有主權範圍的海域 分明是不給面子 分明是試你的反應 一試就試到 你緊張 你想達成協議 你不想 因為這件事 會影響到習主席 這個自覺的方針大量 所以中國軍方雖然是鷹派當道 差不多是見一鑊打一鑊 見一次打一次 經常都這樣說 打到稀巴爛 講完完全沒有做到 即是說 那個大局是什麼 那個大局就是貿易談判 那個大局就是達成協議 那個大局就是令中國經濟 不要因為中美貿易的爭端 而一直沉淪下去 已經很不行了 如果這個協議突然撕毀了 就會很糟糕了 所以那個什麼主權 十二海里的專屬經濟區 範圍那些 不要再說一次 先搞定這件事 我經常都說 中共是一個超級現實主義者 所有的東西不說字 最重要是我黨的生存 我黨來我生存下去 其他東西全部都可以讓步 我剛才說 有什麼東西 這個貿易戰前賽 那個主題會是什麼呢 會出來的是什麼呢 在美國已經有很多的 研究報告出來了 這個停火 由十二月一日開始計 這個停火 報員諾斯 艾利斯 阿根廷 這個停火 能否達到長期和平呢 歐亞集團的報告 結果呢 那個結論就是 表示懷疑 報告就說 那個談判的時間太短了 如果你這次就談兩天 然後整個談判是90天 太短了 特朗普會不會延長這個談判 令到那個談判的結果更加好呢 不知道 是吧 因為呢 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是涉及中國的經濟體系的根本 就像商務部長羅斯 是一個system的問題 就是那個體系 你如何改善 只是說私益產權 你搞了一個法庭 是解決不了那個體系的問題 因為侵權成勝 侵權成為它發展的動力 你如何改變這件事 所以短短90天 中國的體系根本未必容易 談得到 只是這件事 體系的問題 中國已經不願意妥協 因此中美達成全面協議 的機會是不大 任何掩蓋分歧協議都不會太持久 正如萊達希澤這個說法 就是我不會容許中美貿易談判 是一個blank check 不是blank check 是一個空頭支票 即是不能夠兌現的支票 即是你承諾了 承諾了 你是不能兌現的 任何掩蓋矛盾的協議 都不會持久 這是對的 你不是把這些問題掩蓋出來 遲早又再爆一鍋 這個安歐集團的報告說 關稅達成協議不等於 中美的磨擦是可以結束的 美國對中國經濟聯繫的不滿 不只是共和黨 包括民主黨是跨黨派的 他說下一步是怎樣 下一步是怎樣 達成協議之後 可能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 關稅威脅消除之後 有很多其他合作的問題 仍然是很大的分歧 供應鏈和技術合作 都會繼續分裂 特朗普政府已經迫使 美國公司 減少對中國產品的依賴 限制知識產權的轉讓 特別是高科技領域 和其他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 這些都希望與中國保持距離 美國將繼續推進非關稅的手段 包括限制投資 出口控制 進入制裁和刑事起訴 正在做 拘捕間諜 引渡孟晚舟 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郭榮鏗去到美國 大家記得 還被香港很多網民罵 為何要做政府那份 跟美國法律界人士談過 得到回來的消息就是 類似孟晚舟的個案 多到不得了 排隊來 一張很長的名單 什麼是類似孟晚舟的個案 在這裡給大家一些記憶 其實孟晚舟的個案 是2017年已經開始調查 已經是一年的時間 孟晚舟也聽到風聲 從那時候開始 他都不敢去美國 雖然他的兒子在美國讀書 他不敢去美國 他一心以為 過境加拿大 不是進入美國 所以就沒事 誰知道加拿大和美國 是有引渡協議 我不知道他的法律顧問 是否有說清楚 結果他被加拿大拘留了 要引渡去美國 類似孟晚舟的事件 已經是一年前兩年前 已經準備就緒 按著名單 只要你過境美國 或者去到美國 有引渡協議的國家 入境美國 或者去這些國家 一樣會有孟晚舟一樣的命運 這個名單是相當長的 如果是逐個拘捕 會對中國造成一個致命的打擊 這群是什麼人 這群大多數都是科技公司的負責人 所以所謂的刑事起訴 進入制裁 還有一招還未出 還未宣佈 要禁止美國的私人公司 和華為做生意 這招還未出 中國也會利用這些非關稅手段 來進行報復 雙方的措施會影響到公司 和更廣泛的行業 增加成本 降低合作 最重要的是 即使美中可以解決貿易緊張的關係 即使可以保證經濟競爭 平和進行 但是兩國之間的信任 其實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這份報告也這麼說 中美雙方都是用 懷疑的眼光去看著對方 幾個月前 雙方的共識就是 讓兩國的關係 盡可能長期友好 和符合雙方的利益 但是 這個態度已經改變了 特別在特朗普上台之後 華盛頓的政治圈 是相信美國對華接觸的政策 是不起作用的 現在是支持公開對抗的態度 我想都是 所有分析的人的共識 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 一意孤行的意願 不是特朗普特別討厭中國 我相信特朗普不是討厭中國 他不停地說 跟習近平的關係很好 他是打算做責任 打算做大的責任 特別討厭中國的 可能是民主黨 甚至是民主黨裡面的主流的人 譬如佩洛西 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剛剛拿了議長的席位 可能會更大 所以總結就是 我想說這個爭端 比如在技術 經濟 軍事 安全領域 會在中美貿易達成協議之後 是不斷升溫的 就是說繼續會拘捕一些 科技公司的高層人物 控告這些黑客 拘捕這些間諜 去指控中國侵犯私益產權 或者指控中國 違反美國國內的法律 而對這些公司造成制裁 我相信會在2019年 2019年會陸陸續續增多 更重要的是在軍事問題上 不論今次在西沙 不論在南海主權的爭議 美國不會理睬中國 聲稱他在南海的島礁 有自己的主權 會繼續用自由航行的方法 去挑戰聲稱的主權 因為那些島礁 對鄰近美國盟國的威脅 越來越大 因為那些島礁已經是軍事化 無論是擺一些偵察的雷達 還是擺一些軍事設施 對那些東南亞的國家來說 都是相當大的威脅 美國扮演保護它的角色 另外更大的衝突 我相信會在台灣問題上 習平明發表了 《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講話 之後 蔡英文的態度是相當強硬去回應 也令蔡英文的民望升高了很多 即使是加上350歲的 這個深綠的台獨大佬 在背後插他 逼供 要他交出行政權力 要他放棄連任 至乎蔡英文 無論是台灣的民進黨支持者 又或者一般的台灣民眾 他的強硬姿態的回應 是駁得很多的掌聲 令他有一些 叫做起死回生 在政治生命起死回生的採用 在這種情況下 我相信美國人 也在這個問題上 會用更多的資源 包括法律上的資源 政治的資源 軍事上的資源 去支持台灣 而令大陸會暴跳如雷 最新的一個消息傳例 除了習近平做2019年的軍隊動員令 要求他們準備好 做軍事鬥爭之外 傳出來 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會做一個比以前大得多的閱兵儀式 這也是向美國 向台灣宣示 他們的軍力究竟有多大 足以會產生震懾的作用 所以接下來2019年 我認為中美關係的磨擦動盪 不會隨著 他的貿易協議簽了之後解決 可能動盪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會是火山爆發 是地震 還是海嘯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有些事情都是偶發性的 看看美國人拘捕了什麼人 或者台灣給了什麼訊息 這邊才會做什麼反應 但是會不會在台海衝突上 北京會冒著很大的軍事危機的風險 真的會用武力統一台灣呢 會不會美國人會坐視不理呢 我相信我們接著去看我的研判 就是台灣的被大陸 好像大陸的一位學者這樣說 如果你用武統 除非美國人殺手不管 不然你一定會遇到美國對你的還擊 武力統一 和平統一呢 你又不吸引 你的遠實力又不夠台灣好 你也沒有吸引力 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用最強硬的語氣 或者說要警告台灣 用一國兩制統一 可能在2019年炮聲隆隆 但是留在嘴炮上 不是真正的軍事衝突 心直口快兩週年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心直口快兩週年